张者深股息 5月8号上周5点半 恒生指数昨天跌了98点 即是回调 我觉得是获利回吐 主要是科技指数板块股 美国方面 立斯达克先升后跌 杜瓊斯 看这个图 杜瓊斯只是升31点 标普升6点 立子股跌了 特斯拉跌得相当显著 如果你有耐性 买8号的话 早几天 我们也讨论过买8号还是买623 8号多好买 现在去到4元 它不会大升的 升到4.2 是跌幅的起步点 我看 623 都升到2.49% 接近2.5% 这些股 去到9.3、9.4 已经很好 随正已经很好 现在明显正在炒随正 第二因为跌了下来 那些股 有些内在价值的股 去到某一个阶段 比如有个板块跌 就是科技指数板块跌 那些钱就会沉迷一下 看有哪些是值得投资的 带给你现金流 这些是其中一些选择 有关铺租的方面 阳光房地产 现在房托轮流去升 轮流去升 升完又回下 升完又回下 有得炒了 阳光房地产 出现一个 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的 缓慢升幅 V型的局势 有人就说了 香港这么多吉铺 零售不行了 零售的数字是负7 但是GDP的数字是 正2.7 就是5匹配的 大家怎么解读呢 应该有一些经济活动 隐藏在GDP里面 是儘管有一个负7的零售 仍然可以有一个 显著的GDP升幅 就是要细心点再去解读一下 说回铺位 有些人很喜欢去跟踪一些吉铺 执铺 为什么不开档呢 我说一个实际的故事 我认识一帮商界的朋友 就是钟小企 在石壶区那里 石壶区有一排铺 在腹上通关的时候 就给某一号人马 某一号人马 大家都肤脂育出的 大家在石壶区都知道是谁的了 一次租很多铺位 卖些什么呢 卖些面膜啊 化妆品啊 那些这样子 之前卖得风生水起的嘛 现在以为做那饭又OK啦 谁不知那些大陆游客 现在不喜欢那些东西了 不买那些了 已经改变了了 奶粉都不见到别人买了 所以呢 生意又不好了 一拨风又撿了它一起 又刺铺了 这样的过程呢 第一 它令到其他的店铺 那些地主纷纷加租 原本做了其他行业的那些店铺 食肆啊 又是中小企啊 又面临着一个困境被人加租 第二你想租其他店铺呢 又不行啊 人家是立了了 已经想在那里做化妆品了 于是这就令到这个行业 受到很大的压力了 那现在收拾了它就好了 我想各区都有 每一间鸡铺有一个故事的 如果你发现了你自己的那个区域 那里有很多鸡铺 每一个鸡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的 那这些鸡铺呢 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的 就是说地主肯学这个太古的 这样减一下租啊 包括这个阳光房地产区 去减一下租啊 给人家做生意啊 自己又有些现金流啊 整个房拓管法呢 就会有不同的走势的了 所以就不会 就是你看到外面很多鸡铺的话呢 你了解一下它背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就是香港人做生意 一般急功近利那种 还有一窝蜂那种 第二三就是 以为以前的方法可以继续吃下去 其实就不行的 主要就是这样了 汇丰随正了 炒随正了 明日天随正了 这个明显是一个随正前的局势 不需要炒随正的这种股 它是升多了的 随正之后就会跌回 跌到66元 就是很合理的这种股 在美国华尔街那方面 它仍然是有0.4% 半个percent的升幅的 折合港元是70元375元 有些机率在70元楼上随正的 我估计这种股 但是随正完之后会跌回来的 今天也会继续有人炒这种股 所谓炒随正 炒随正的意思是第一 有货的或者会卖了它 等它跌下来才再兜 这个叫做有货的 没有货的就以这个位置买下 两天而已 随正如果跌不下股息 我现在就沽了它 就沽了它 通拉也有短期利益 收份股息 又跌不下股息 那些叫做 没有货的 想加仓炒这一轮随正 如是者有两帮人在这里角力 就造成了现在这样的价格 反而恒生呢 自从升穿了105元之后 走势就明显好转了 在恒生指数下跌的时候 它又升了0.665% 这些股现在的区间 就变了105到110了 它52之后的高位是119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看好这只股 有人说香港经济不好 不要碰香港股 其实不是的 经济和股价是没有关联的 大市升跌对股价也没有关联的 问题主要是什么股 你跟着这个频道 如果有超过10个月的话 你就知道大市一直跌到7彩 仍然有很多升股 那些升股不难买的 很容易买到的 只问题就是 你可不可以放下新段去买 那些这么平凡的股 如果说香港经济不好 那为什么本地银行业务 那么好呢 为什么这些非利息收入那么好呢 就是你要想一下 就是有些东西跟这个经济的数字 或者跟你在市面上看到它的现象 吉铺之类的 是没有关联的 它的股价是没有关联的 主要是看它的内在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内在价值在那里 大市是要研究 宏观经济是要研究 但是它们 就是叫做burn down的一只股那里 就要看一只股自己本身的基本因素 股自己本身的内在价值 恒生是可以投资的 可以继续投资的 原因就是它跌得过多 被人误解了 误解了它在内房那方面 又要撥避很多 又误解它香港经济不好 所以它的业务一定不好 谁知道它又加派式业务又相当不错 现在要修复众人对它的看法 香港股数之不尽 有很多都挺好的 都在这儿移动 领展没有移动 但是都是34.8 34.8都挺好的 显现出一个V型 有些人讨论一下 说说的 我这里不喜欢抹掉它 怎样可以炒了这个CEO呢 这家公司是很不合理的 没有一个单一大股东 所以造成这位 这么巧拿了这个位的 这位王先生 是可以自拍自为的 他经常说他买些货回来收多些租 但是现在都没有realize 都没有显现出来 就来派业职了 看看他收租 主要是收租的 现在不是一家普通的有限公司 这是房拓来的 这家有规章限制住他的派息 我相信他有色派 继续有色派 但是看看其他他买回来 过往两年买回来的货 有没有贡献 怎样可以炒掉他 其中有一个方法 找一个有头有面的人去做股东 例如最好是政府 政府房屋局找一个高级的 买一股 用公费买一股 买一手的 登记了做股东 然后就高调地说 你找我做代表 进去开会 整顿一下这家公司 这样才行 如果不是散户占了超过五成 但是散户自己本身有能力有限 组织能力有限 那开个网页 或者开个网站 你谁找我代表你去 你就填意向 然后才做手续 不用一定要做手续 号称25%的股东 找我做代表 我就敲你门 开会 你不是真的要炒它 你只要给它一个警戒 就知道是有机制可以整顿这家公司 说了算了 这是其中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不要让政治人去做这些 政府堂堂正正的 其实买这股政府 你想想 PE这么低 价钱又不贵 你可以暗地去买 有政府肯去买的话 又有息收 你可以作试一下 最大的单一股东是8-9% 就是Blacklock那些 背来得那些 他们就出了名 我不出声 我有钱赚就持货 没有钱赚就走人 那些 好了 不讲政治了 政治不要说 就是千万不要说 例如你要批评某一个国家 去杀某一个地方的平民 很热 好像一些学生那样的示威 美国立了例 你不可以这么说 是犯法的 它是长臂管核的 它是管全世界的 就是有些人 有头有脸的站出来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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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了你 你经过他的机场 抓了你就可以的 你不要以为不是他的国家公民 他就可以说 不行的 现在搞到连些学生将来 都怕着自己的前途 都不会不敢说这些 但是你阻止不了人家的认知 就是年轻人的认知 去了那个方向 未来 美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会遇到年轻人的阻力 中外运 就回到3.97% 所以说3.6% 3.7% 买货的那些人 就可以现在想想 决定你 你获利了吗 还是继续拿着它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不会有一个负面的消息 出来 他的跌幅 究竟是否匹配呢 这些需要一些经验 是不是跌突呢 跌突就给你加仓 或者给你加入 很多时候 在这些大波动 大跌市当中 这一日股的跌市 不是整体 这一日股的跌市 到了一个低位的时候 他给你一个机会 去考虑一下 好不好投资他 一年之差 就是你想错了 不动就没了这个机会 当然没有这个机会 不等于没有股 给你买 有很多机会 而且这些股 是跟经济 是没有关系的 股价 个别股票的股价 是对经济没有关系的 个别股票 对于大市的升降 也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跟着这个频道 你就知道 在跌市之中 有很多升股的 重器 中国重器代号308 我经常都说 大车好过小车 就升回到20元 就是说你在19.6 19.X 这样买 现在又决定一下 够了 我就会继续持有这股 我第一次买这股 又是这样 有一个负面的消息 有一个跌幅 跌到来 让你考虑一下 这个跌幅 是否跟它的负面消息匹配 有没有跌突 如果你觉得 这些是可以修复的缺点 那你就要投资一点 不要买这么多 买一点 就有现金比率 在帮你沉迷到机会 近期大家有没有留意 港铁就升得挺好 是不是已经升 破了这个密集 这个密集区域的上限 已经升了上去 这股是这样的 近日它是多楼买 跟别人夹训的楼买 它卖楼 对它的派息是没有影响的 有楼卖也好 没有楼卖也好 它都是派过二过三 它的息率是相当稳定 现在买的息率有超四厘 接近五厘 就是这样 如果在低位那里 继续有存在那些朋友 我知道这里也有些人买一下 那你买的位置不贵 30元以下都不贵 那看它慢慢 是怎么走势 这些就是本地经济 它票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经常都这么擠逼的 最重要是它有没有楼卖 但是有没有楼卖也好 没有楼卖也好 有个不解 以为有楼卖 多些利息也不是的 它派息 它的特性是这样的 其实都是派一个二过三 是这样的 很稳定的 所以起楼与不起楼 对它来说 派息是没有影响的 对盘数可能有影响 对别人对它的印象 可能有影响 就是这样了 所以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这些股是可以投资的 是可以买的 逢低你就可以买一些 贵一些就不好了 贵一些收益率就没有4.8厘 最好是5厘的时候就最好